据海峡之声,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王卫星在中平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发表专闻 统一是台湾各政党和政治人物必须直面的问题 作者认为,在两岸统一的大师大菲问题上,考验着台湾岛内的每一个政党和政治人物 任何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缺乏应有作为,目光短浅,一厢情愿 期望偏安抑郁的人都将被历史无情淘汰 至于返乡操作,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 推进各种形式台独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一定会被盯上历史的耻辱注 文章内容如下 当前,两岸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上台,特别是重新当选以来 趁大陆关键之际更加肆无忌惮 摆出加大两岸对抗的姿态,大肆煽动,恨路,反路,抗路,仇怒情绪 以集谋独,在两岸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其目的无非是消耗大陆资源,制造两岸民意对立 妄图瓦解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工程,阻挠两岸统一 这实质上是其急躁焦虑的表现 而台湾其他某些政党,政治人物 出于种种考虑,或旁观,或回避,或模糊 灵魂丢失,方向迷失 真正旗帜鲜明,直面统一问题的屈指可数 这说明岛内政情,民情,和社情的复杂性 也说明现在到了必须 让台湾政党和政治人物 从不切实际的迷梦中警醒 直面历史发展大势 直面两岸人民的新生 直面国家必然统一 民族必将复兴的现实 来思考台湾未来的时候了 台湾政党和政治人物要认清历史大势 这个大势就是,两岸必须统一 两岸必将统一 两岸必然统一 两岸一定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统一 不会遥遥无期,一代传给一代 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这是任何政党和政治势力 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大势 这一点,即便台湾的普通老百姓 很多也看得清楚 美国杜克大学今年初 在台湾公布的民调显示 48.1%的民众认为统一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每两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个认为 两岸一定会统一 有台湾媒体讲 有60%的人认为 两岸避免不了统一 不用等到新中国百年 台湾会要求大陆统一 我们不能想象 台湾孤悬海外 还谈得上中华民族复兴 我们同样不能想象 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临近伟大复兴的时刻 搞台独,巨统一,图谋偏安易语 还有什么现实前景 从根本上说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